系统 超取武将 特殊属性一 忠义 一旦认主 除非遇见极大冤屈 否则中心只将稳定在95点 不会下降 特殊属性二 心如烈火 率领部队时 会持续提高军队士气 特殊属性三 勇武 随着统兵时间越久 其个人威望会逐步增加并提升军队凝聚力 特殊属性四 威望 当秦良域威望提升到一定程度后 兵员补充速度最高增加50% 当秦良域作为一地总督时 兵员补充速度提升100% 当前威望值 无名小卒 所持特殊兵种 百杆军 兵种特性一 山地狼群 在山林作战时 将突破极限成为传说及特殊兵种 士气提升50% 移速提升50% 战力提升50% 兵种特性二 穿兵之魂 若军队中士兵户籍八成来自四川时将触发此特性 触发后军队士气将永远稳定在80点以上 当军队中老兵数量占据八成以上时 获得特殊属性 死战 狂热 免疫惊吓 可在任意时间 任意地点和任意敌人死战到底 兵种特性三 百杆军阵 当秦良域为此军将领时可使用 此军阵将再次提升军队在山地作战时的战力 当老兵数量为三成时 全军山地作战时全属性加成30% 当老兵数量为五成时 全军山地作战时全属性加成50% 当老兵数量为八成时 全军山地作战时全属性加成80% 祝 这是一支极度擅长山地作战的军队 但在正面战场同样也拥有极强的战斗力 卧槽 太特么离谱了 先不说 这秦良域的个人属性已经无限逼近传说集 就这白杆军的属性 也是离了个大谱 就是不知这门尘能抽到谁 祭统 抽取谋尘 给我来个牛逼的 卧槽 我就抽个史诗 这是把哪个大佬抽出来了 什么情况 祭统 你这出bug了 马良刚说完 面前这紫色光团颜色直接一变 由此变成了红色 还仿佛很急一般 在马良面前跳动着 那样子就好像是在催促马良赶紧点他 卧槽 不是 系统 解释下啊 刚刚有张靖卡跑了出来 那个角色携带大量天地气韵 不受战场控制 我也只能将其屏蔽 禁止他进入战场破坏平衡 方便打听下 是哪位爷这么牛逼吗 汉光武帝刘秀 此人是气韵之子 若进入战场将直接破坏平衡 他一直嚷嚷着要让那些蛮夷尝尝陨石的滋味 我用了许多办法都没用 只能将其封禁 好了 重新转动转轮吧 系统 这我就要批评两句了 他不过是想用陨石杂人 他有什么错 你不能如此对待一个想要出战的人 这不公平 不让他进去就是最大的公平 行了 别废话了 速速转动轮盘 当年有个挂摆在我的面前 我没有珍惜 若是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毫不犹豫的拿下 罢了罢了 靠陨石不如靠自己 给我转 美玉海青天 清风代代传 罢官深正义 故事热民间 姓名 海瑞 势力 黄金军 年龄27 职位 5 武力 31 智力 84 统帅 24 政治 91 魅力 27 持有 5 特殊属性1 刚正清廉 对于不平之事必敢仗义之言 绝不会被世俗金钱所污 特殊属性2 为民之心 当海瑞身处地方为官时 当地民心归拢速度加快100% 治安强度加强50% 当海瑞身处朝堂为官时 当前所有领地内 民心归拢速度加快30% 治安加强10% 特殊属性3 反摊 当海瑞在地方为官时 当地贪腐降低80% 当在朝堂为官时 全国贪腐降低20% 特殊属性4 治安书 作为他的主公 你将承担他的期望和梦想 当你有任何不妥之处时 他都会用一本书 让你知道自己的错误 特殊属性5 名气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名气会越来越大 也会越来越受百姓的喜爱 若被无辜杀之 其朝堂将会承受与其名声对等的惩罚 当前名声 默默无闻 此乃有大暴富的清廉之臣 非一般帝王能够容忍 现在四川百废待兴 他的施展空间非常大 最重要的是 或许还可以作为和珅的限制 系统 我要抽取武器和道具 对不起